我们看这个核风天气呢 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天气信息 包括室外的温度 湿度 体感温度 穿衣指数 洗车指数 等等等等 非常全面的天气信息 大家好 这里是IT Commander 上期节目呢 我给大家介绍了 如何安装HACS 就是我们Home Assistant的应用商店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教大家如何在这个HACSOS上面 利用HACS 安装一个和风天气的传感器 大家看现在我这个界面呢 已经是安装好和风天气的状态 我们看这个和风天气呢 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天气信息 包括室外的温度 湿度 体感温度 穿衣指数 洗车指数 等等等等 非常全面的天气信息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天气信息呢 来联动一些设备 比如说下雨之后 关窗户 如果你有关窗户的话 就可以实现 如果室外下雨了 那自动关掉窗户 等等功能 然后室外的空气质量 如果不达标了 那么把屋里的空气净化器打开 这个传感器呢 非常的好 然后它还有一些历史记录 可以查看 那么呢 我现在就带大家操作一下如何安装这个和风天气到我们的 Home Assistant里 我们先回到一个全新安装的Home Assistant里边 这个Home Assistant呢 是我上期节目已经安装好HACS的一个 一个空的系统 那么我现在呢就带大家 利用这个HACS安装我们的和风天气 我们看HACS里面有个Integrations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加号 我们在官方的这个应用商店里是找不到这个和风天气的 因为它并没有在官方注册 所以呢我们需要用一个第三方的形式来加载这个和风天气的插件 那么打我们打开这个网址 我呢只是把作者的代码克隆过来 然后做了一些修改 让它支持我们的HACS的安装方式 那我们把上面的网址复制下来 回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里边 我们看HACS的右上角有三个点 我们点击自定义数据源 然后我们选择分类这边选择integration 然后在前面呢 把我们刚才复制的地址贴到这个位置 然后点击一下添加 好添加完成之后呢 我们看这边呢就多了一个卡片 是和风天气的卡片 我们点击一下安装 然后等这个install变成可以点的状态 我们点击这个安装 大家看这个和风天气呢就安装完了 安装完了它是红色的 上面写着一个pending restart 我们现在重启一下我们的Home Assistant 好了 现在Home Assistant已经重新启动完毕了 我们回到HACS里边看一下它的状态 我们点击HACS等待HACS启动完毕 然后进入integration 我们看和风天气的这个卡片就已经变成正常的颜色了 我们点击information进去看 这里面介绍了如何使用这个和风天气 我们首先进入和风天气的官方网站 这里呢 大家如果没有账号呢 可以注册一个 我这里就使用我现在已经有的账号进行一个登录 登录进来之后呢 我们看左边有一个应用管理 进入到应用管理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创建应用 我呢已经创建好这个应用了 所以呢我不再继续给创建了 我们把应用里面这个key复制下来 我们只需要用到这个key 然后回到Home Assistant 我们看下面呢 有一个配置的例子 我们把配置的例子呢 也都复制到剪切板 然后我们打开File Editor 左侧的File Editor呢 是以前我节目的Configurator 这两个是同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打开Configuration.yaml文件 在最后粘贴好刚才的配置文件 然后我们在City城市这里边呢 选择Auto IP 它会根据你的IP判断你的地理位置 然后我们把刚才和风天气的key 也都填写到这个位置 然后点一下保存 我们在右上角的齿轮底下 选重启HASS 在这里重启 跟在设置里重启是一样的 Home Assistant启动之后呢 我们看它已经自动帮我们添加了很多个徽章 每一个徽章的代表一个传感器 我们来到开发者工具 在开发者工具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和风传感器的所有的sensor 都已经在状态里面显示出来了 如果你对这个首页的图标不满意呢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 然后选择自行编辑 进行一个UI界面的自行编辑 来实现 我之前视频开头给大家展示的那个样子 好那本期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